新闻多角度解读另一面 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上的这左右两张照片 他们来自于同一个人 小伙名叫石学念 来自贵州前东南的一个小镇 目前就读于贵州师范学院 体育教育篮球专业 去年年初在自家杂货摊前 石学念系着红围裙 娴熟运球的一幕触动了无数的网友 他被称为摆摊的篮球少年 如今他带着绝杀回来了 画面中身穿围裙 花式运球的男孩就是石学念 一番勤力流水的操作后 他却不小心摔了一跤 从小石学念就酷爱打篮球 父亲多方打听将他送往了 湖南怀化的一处篮球训练营 6000多块的投入是父亲将近两个月的收入 尽管表现优异 但是因为身高有短板 教练组最后还是建议他考大学 把篮球作为一个特长去培养 最终石学念顺利地考入大学 并且在每年暑假的时候 在家乡办训练营免费教更小的孩子们打球 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向着梦想尽情地奔跑吧 那说到了对孩子的教育 辅导家里的小神兽写作业 绝对是考验每个家长脾气和耐心的事情 近日大连的孙先生上二年级的儿子 每次在家写作业的时候 都找借口想要去上厕所蹲马桶 于是他就想了一个办法 给儿子买了一个真的马桶 放到了桌前 让他坐在上面写作业 尝试看看孩子会不会有所改变呢 小时候有不少偷懒的淘气包 肯定都用过 和这个天草叶当社区 全都用不少是公伏设计划 尝试大运的宝贝 尽人 生通知 над你 我还有个人 Pink 大迹 小恒 大远 以来 我 回到家乡 它是支援抗疫的大白 无论是哪种身份 它都是坚实靠谱的人子威 OK 谢谢观看